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熱限時 Season 1的GEO賽Day 2 我今天主八集 我今天三評會 好 那現在要進行的是敗者組的第二輪 也是就決定是敗者組冠軍 那是一個Ball 5的比賽 是Risk隊長的Nice 那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等下最後的冠軍賽是一個Ball 7 但是勝部冠軍會有一分的優勢 所以現在在勝部冠軍等待的就是S 其實打Ball 7一分優勢還蠻多的 對 因為他還能打Ball 5 差蠻多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地圖是雷鳥 是由Nice要對上Risk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點位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我們台灣的Geneer Greenpeace的Risk 來自台灣的Geneer聽起來蠻乖的 呵呵呵 好 在地圖左雙方 這是 來自TSG的Nice 昨天一個激烈碰撞了 不知道今天會怎麼樣 現在他們兩個雙方實力應該是在波動之間 應該是差不多的 喔 這一場他就沒有直接拉 沒有跟昨天一樣拉公命去賭一下二框 那這邊Risk直接羅雙喔 對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對手是Risk 所以他才沒有開場拉過去 他可能覺得Risk會應對了 對 他就想說 那與其這樣還不就正常打這樣 好 這邊呢 好 這邊呢 放下 二基地 那邊放上幾匹 這個尋法是要抓野VS 其實蠻特別的啦 就是往上飛嘛 因為現在VS有可能也在 我看過幾次都是也在中間 就是廖望塔往左邊看的那 在三個礦中間那邊附近 然後這邊有可能會看到就是 右邊這邊可能會 有時候會想放VS放更近一點 也會放這邊 不過好像很少看到那個NICE野VS 我也蠻少看到 看他幾乎都是放家裡居多 比較少看到他VS 比較常野的應該HF吧 我看有時候比較高紀錄就野啦 這邊狗贏出來了 這邊第一時間放VEC啊 最近那個 我非常喜愛的忍督選手又退役了 你說誰選手 那個啊 FANTASY啊 喔對阿 因為當個我交比 你知道後來BORGG去幹嘛的嗎 BORGG他 我不知道他幹嘛了他 他後來去打星野E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回去打星野E的阿 可是我不知道他後面我們在幹嘛 他後來是去打星野E 他回去很久了阿 他那時候回來打2天星野E 他好像這一次的比賽也有打 只是沒有晉級 喔 嗯 可是我覺得他回不去了 他那時候一回來 一回來我看他打星骸2 他上中式都有點辛苦 喔對阿 然後後來過沒多久啊 好像一個禮拜後 我就看到他怎麼都在打星骸1 我就沒去看 好這邊要投引刀接白球 這個的話應該是 引刀是不會合白球 就直接 直接引刀過去 然後看有機會的話就引刀砍 如果沒機會的話就把他合白拳 對 看Race有沒有偵察到 有偵察到他可能就直接合了 Race這場是 他沒有升級速度喔 對 他上一場也 看不到喔 我沒差啦 因為 距離性吧 看一下Race的距離性就知道 好他這邊有看到三四氣 嗯 呃 我 一般來說你升級那個蝗蟲速度啊 會根據對方的 咳咳咳 咳咳 根據 咳咳 根據對方的那個空門升的時間來決定 對 如果說你空門很早就暗的話 他可能就會考慮 不 呃 其實也不定欸 因為你 因為像那個 NICE之前有 不是有 有打過騙招嗎 騙對方說他是打VSK 但其實不是 然後後來 事後去問他 你讓他縮手嗎 我等一下 這邊死了一隻銀刀 兩隻 哇 哇 虧爆 他事後說他要忘了身 原來如此 他其實沒有要騙對方 他只是忘了身 你知道他說這個忘了身 是真的忘了還是假忘 怎麼辦 你這邊NICE很虧欸 對啊 虧死欸 引到什麼沒砍都還掉人進 好狗這邊要6 這三塊有可能守不住 因為原本是要用那個 引刀去拖對方過來 結果他這一次是 那個 直接爆了嘛 所以對方是可以直接 A 對 肆無忌憚去三框 不然原本他如果這時候 來三框的話 他家裡會被 會被A嘛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引刀三開有沒有 對 出了引刀就有本事三開 可是 前提是你引刀不能送 好 三框取消 這個NICE這邊已經虧死了 他任何timing都沒了 只能打預影的吧 這種情況 一波都沒有timing了 我甚至覺得連 運營都很難打 對 因為現在 你看到現在 人雷這一波 他把對方三框退了 自己的農民又補到了 將近快70 科技又沒落後 他要怎麼輸 對不對 然後現在對於NICE很尷尬的地方是 他沒有一波timing了 他現在只有一個 他現在只有一個打法就是 他只能歸三框 但是這種人的經濟就很好 他可以隨意的發揮 除非啦 除非是雷伯可能 送了幾波大的吧 但是 有點難耶 我覺得有點難 這局勢已經很難打了 對 那個防空塔王民放還蠻懸的 蠻神的齁 嗯 原本 想說那個 拔起來要往後放的話 會沒辦法偵察引擎 就他也是守住了 沒受到什麼傷害 還打掉一個人精 他那邊第一時間的反應蟲 就是把媽媽 顧跟小狗 包住那一個 包子排行蟲 對啊 然後他的後蟲就直接點那個 點人精 對啊 所以他剛剛那個人精過去 頂著4隻後蟲的傷害 我忘記了 忘記幾隻了 他頂著那個後蟲的傷害 加上那個 包子排行蟲 射個一揚發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剛剛應該知道他要引到 因為他 他的兩個包子排 都是蓋偏外面 像他二礦有個包子排 他不是蓋礦區 他是蓋在 入口 就是蓋在那個 貼主堡 然後偏入口處的地方 就感覺上他好像就知道 對方要引到 喔 那個OB有看到 非常的動向 好 這甩的 受不了 好 家裡都已經防好了 這個 非常沒有什麼機會 那 我覺得他就當偵查 非常當偵查 出個五六隻 非常當偵查 很虧 想說我現在優勢這麼巨大 對不對 這要怎麼輸 對不對 要經濟有經濟 要科技有科技 地圖又夠大 我四框還開起來 這結尾獸這麼多 是要打一波了吧 這結尾獸這麼多 沒有要打後期 他一波了 漂亮 OK 沒辦法機會 這個結尾獸怎麼長得有點醜 這機械 這機械是不是 所有的瓦斯都變結尾獸 這個就是要打一波 不要讓那個NICE的四框開起來 如果說能夠把NICE的兵吃掉 可能就直接往上play 結束這一個 好 那那時候 這時候NICE也看到 岩石被打掉 那倫石 繞了一波狗到旁邊 這應該是要去溜那個三框 好 這時候趕快正面A了 這個分兵 這個兵力其實有點落差喔 不過這白球很多喔 現在目前白球都保存了還可以 這個白球要硬滾 這個不怕硬滾白球還留著 他沒有那麼衝動 對 還是上去了 這結尾獸很多 但是一波果然是出來 好險喔 後續的狗在跟上喔 後續的狗在跟上喔 繼續變毒爆 這個組合打正面是真的非常強的喔 就有時候 就有時候毒爆這組合 像那個阿 那個雷諾阿 就很喜歡 喔 這邊發現把對方的監察點掉以後 兩隻引刀 這個60人口的差距 剩4 5顆白球 6顆7顆8顆 哇硬滾 還是很危險喔 這個白球前面沒肉盾的話 其實被打起來是蠻軟的 他也沒有照鏡喔 他也是回來回頭把他的陣型再重新調整一下 慢慢蹭 就是沒有急得要終結對方啦 因為他只要把對方釋放退掉他還是賺 但這邊其實NICE我剛剛看一下他的白球其實保存的蠻好的 很多都是霧盾沒有就往後拉了 你看他現在白球還有這麼多顆 好 應該知道帶走 前面那個白球 前面那個人禁 引刀對不對 中掉的話導致他傷口開不起來 這有點虧阿 對 如果沒有前面那個失誤 後面這邊就不會長這個樣子 後面這邊就不會長這個樣子 這邊炸好炸慢 他帶走 只能說前面的 前面那個引刀人禁的失誤實在太巨大了 那邊死了連接你的三礦全掉這樣 還在撐喔 還能不能頂住 剩一顆白球 剩一顆白球 不願意放棄 我那個白球 AOE狗 超痛 哇這硬滾了 好 NICE打出了聚聚 恭喜瑞士先拿下第一小分 對這場主要是那個一開始那個 那個人禁他在騷擾的時候啊 不小心死掉 所以導致他的四礦 他的三礦開不起來 對 所以後面那個經濟就拉開 他一開始要開四礦的時候 瑞士就因為他前面那個 因為這場的NICE他的前面經濟沒有跑 所以他就趕快把握機會 打了一個 那個結尾獸 結尾獸 獨爆的一波 不過那個瑞士這個打法 他其實是沒什麼後手 他如果 他如果 這波沒打下的話 他科技是會受到蠻大的影響 對 所以就是 因為如果被 XO做的話 他科技也是被 就 落後的有點多 嗯 那個就是打一波了 就是 你看到那個蟲竹 他把他的氣全部拿去變結的時候 那就打一波 因為他沒有 他 沒瓦斯就沒有科技 嗯 然後瑞士在打之前 有用一波狗去 嘗試要去溜那個NICE 這其實也有對NICE 造成一點影響 因為他你看 一點點狗讓NICE 多刷了一輪兵 整整一輪兵 在那個山框那邊 所以第一時間 對他正面的資源 也是有影響到 沒錯 而且原本NICE 是想要卡那個 卡 卡瑞士的斜坡 但是 因為那一波狗的關係 被迫 NICE要往後走一下 就下來了 好 瑞士終於進來 地圖是未成 好 那我們要開始我們今天敗這組第二輪的比賽 那 瑞士呢目前是先領先1分 那這是第二場比賽 地圖是未成 那敗這組第二輪是 的點位 在地圖的左上方 是來自TSG的NICE 在地圖的右下方 這是來自GNL GreenWins的REX 我昨天很無聊 在看那個 歷屆WCS 就暴雪嘉義華的冠軍 嗯 我發現最盛大的是在 2016跟2017 所以是很大 什麼意思啊 就是 給我感覺那時候是心還很鼎盛的感覺 就是 2015 2015跟2016 2017 這三個 2015 2016 2017 就是 SOS奪怪那一次啊 有一次是SOS 有一次是SOS 然後有一次是怎麼樣 奪怪那一次是14年那一次 對 14年那一次 因為我記得 有一次是那個 後面的電子屏幕 全部變成那個 面板 你知道嗎 記不記得 然後好像有 一樣那一年也蠻棒的 14 15 16 對 然後 18跟19 就 我覺得今年是最爛的 我認為啦 我覺得今年是最爛 然後 18跟17是一樣的 一樣的舞台 一樣爛是嗎 我沒有覺得爛 因為 這兩年我們都在現場嘛 看起來是不錯的 就還行 那個舞台還是蠻大的 還是蠻氣派的 而今年是跟那個OW共用舞台嗎 對 就沒FU你知道嗎 哦 對啦 今年是共用舞台 就很沒有FU啊 然後 16年跟15年好像是 就是有那個 後面有很大的那個電子背板 嗯 然後就很炫炮 之前好一年是在那個啊 那個競技場啊 那一年應該最盛大的一次 哦 是是是 那一次的區域的感覺就是感覺 這個星海是最被重視的 一次 哦對啊 沒錯 然後後來隔年就是 Overwatch出 所以我說那是 Overwatch出的前一年的事情 哦 是是是 今年我是真的有點可憐 今年我看到很多冠 沒有FU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那種 哇 辛苦一整年 然後拿了一個很難拿的冠軍 那種感覺 感覺像是 對啊 因為夠用舞台嘛 對啊 像之前看那個時候 你看洛格拿罐 你看Sero拿罐 你看 B洋拿罐 他們都是超爽 走到人群中 然後很多人包圍著他 哦 對對對 就很棒 你就回顧看一下今年 你就黑人問號是 欸 怎麼好像很空曠的感覺 哦 對啦 是是有這種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一場呢 Rex已經開了三礦了 那這邊教室先到Rex家這邊活去偵查 那這邊 那這邊 這場的科技只會選擇VS 好 兩隻教室來 飄進去 看一下 這邊Rex 四條狗 我覺得會上去 好 會會 因為他那個 他看狗沒有很多 所以他會上去 而且他已經到那個邊邊了 錯 那個邊邊的話 沒有重胎狗就追不到教室 對這邊的反應已經很好了 第一時間 減少兩隻共命的死亡 欸 這個包圍著 是他順勢讓他蓋起來是不是 當然是 當然是 晚點蓋會比較好啦 他已經直接拉蓋了 應該是不小心的 對 總共死三龍啊 可以接受 反正我包子盤都蓋起來了 哦 你知道三隻王蟲 明年有啊 還有WCS啊 目前是感覺D4可以期待 哦 然後 新海山 之前都是把話說直說 不會沒有在製作新海山 最近開始 這次是說 會考慮 嗯 對 感覺有改口應該是 有什麼玄機吧 我想 對 對 只是 現在就在想他要怎麼樣把 哦 哇 等等 又想要 這個禁制地場 哇 雷雷沒有處理好 是不是定太多啦 對啊 他剛剛拉四隻媽媽來打 但是他剛剛沒有 沒有全部去A那個禁制地場 他要把A先制 對 看到了 禁制地場開起來了 喔這邊 定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八隻 八隻公兵跟兩隻媽媽 虧爆 對 人太八呆 哇 超高的 好 拆了 所以我在想就是他要怎麼樣把 即時戰略的畫面再提升到另一個高度 呃 畫面也不一定要再提升吧 對 但是你要把新海山要怎麼樣去升級啊 這有點困難 我覺得就是劇情的方面吧 劇情可以做在更精緻啊 這當然可以 畫面的話我是覺得 也很難再更好了吧 嗯 那你要做成3D的嗎 我覺得3D版不好打 對啊 所以畫面應該是不會 大概這樣子就已經是很好的畫面 頂多就是能夠上4K吧 對 對啊 像我 像我 像最近我在看那個魔咒山的重量版 老實講 我覺得 欸欸欸欸欸欸欸 這邊都被爆掉了 喔 這個 這個失誤 看起來 好像可以守住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會 喔好 好 手手手手手手 他那個教室應該卡在那個水晶塔那邊了 對 對啊 結果他剛沒有卡 差點就出大事了 那 要是一樣3K要被咬掉 這場又不用打 對啊 我最近看那個魔咒山啊 就覺得 雖然他魔組優化是很好 但是 好像也沒有什麼差喔 就就就就就就對啊 有啦 因為他殺畢竟還沒做完嘛 對 確實 不知道他 會不會再有什麼樣的改變 因為他其實就是半成品吧 就是模組翻新而已啦 就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新海2 新海3的話 如果是超大型帝友的戰役 因為他的戰役本來就蠻經典的 嗯 而且其實之前 不會玩其實戰役友 你可以嘗試進去玩他的戰役 其實他戰役蠻好玩的 對啊 就是劇情 很多人很多人都是 玩劇情的啊 對啊 像那個國外還有那個 專門研究各種劇情 然後很很那個很困難的過 像是一隻兵都不做那種 哇 我就覺得那種有點自虐 沒有就是 就是興趣在這裡 挑戰嘛 像也會有那個啊 合作模式 玩到999等啊 對啊 台灣就有啊 其實我覺得 合作模式蠻好的啊 他給 另一派的玩家 一種新的禁忌方式嘛 對不對 因為 很多玩這種集戰都 都 就有些人就不喜歡打天梯 你知道嗎 多合作算是每周多的行動力 夠穩多喔 看到我們NICE出了航空 重點是他沒有發現這一群狗 殺了六農 哇這群狗 他裡面有混 好像沒有混毒爆 有混毒爆嗎 沒有 都是狗 狗爆好 我們的話就會 就佔兩個 現在只能期待一下NKS了 其實因為我沒有玩 我沒有玩D3 我記得那時候D3出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馬 好像是 那時候我沒有錢買 很窮 沒有錢買 現在發達了 沒有啊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在業餘啊 在什麼 我剛好 離開華裔在業餘 噢 所以你現在是豪野級 我現在也不是豪野 我現在只是剛好有錢可以虎口 就豪野級嗎 沒有 比豪野級我可能比得過你對不對 我看一下上面那群到底在怎樣 他等空投時間 他等那個正面A的時候 然後投一下 拿在A正面 下面的 石頭咬掉 要朝對方的 等一下這個礦 弓炮也太多了吧 這個發現這個可能會有點感覺 好這個主框投了 那這樣正面要準備要投 準備要A了 Po下來 都是狗啊 就 狗 都是有狗用狂戰就可以解決了 我的天 就這群狗全部送掉了 啊 然後王蟲也都給了 不過這邊剛剛毒豹進來 把三礦的這個砰砰炸的差不多 我怎麼覺得打不下 好像有點機會 我看起來是打不下的 因為還有閃電 而且那個NICE的攻兵沒有傷到 其實打中建築物 對NICE來講是好事 因為他本來就 沒差了 完了完了 哇 要被反推了 哇 這邊刺者一直被白鑽 喔 這毒把狂犬全部炸掉了 現在人口雙方是拉緊的 然後這邊RES一直 喔 真的RECALL RECALL什麼啊 RECALL 穿進去了你敢信 身體還沒有發育完全喔 可以穿進去了 可是好像沒有造出什麼傷害 那個 惡礦的工兵把那些狗看爆了 對 哇 我覺得這樣這邊你一如一扣回去 那要給RECALL 發展回來的空間 嗯 因為這邊一來一往 其實RECALL也開啟了自己的武礦 其實RECALL打到這邊為止 他目前一直就是 你有冰造的前線 我就一直不停的繞口去拖枕 哇 這個毒爆 哇 11隻 16隻 哇 32隻 這哪裡受不了 他要推了 這在不推不行的你知道嗎 這幾顆毒爆 不給活路啊 對啊 這不推不行嘛 太虧了 星海M 其實戰略要怎麼出M 對啊 手機板 手機可以玩集成戰略嗎 不知道 感覺是很難 對啊 那個 感覺就很蠢 喔這個電 可以 又殺12弄 我跟你講 那等一下受不了了 這一定要A的啦 他工兵都吸料料 這狗也太多了吧 那狗大概目測 二十幾人口 三十人口 直接把基地咬 跟你換街啊 你一回來我就跑 咬掉就跑 好喔 喔 喔喔 等下毒爆 為什麼我覺得 RES打得很 好野人 很好野人的感覺 喔這邊航空送了 三台了 飛過頭 去點爆 等一下這白球太多了吧 這部其實很強欸 他有快二十隻白球欸 我的天 哇 擋不擋得住啊 應該A下來了吧 你有沒有去跳 狗的慘叫聲啊 整個電腦都是狗叫聲 全部都是慘叫聲 對 都是狗叫聲 剛剛正面那四發變太關鍵了 剛剛正面那四發變太關鍵了 哇 就 太多白球把 RES被A死 好 我們恭喜奈斯任 幫回一層喔 比數贊成了1比1 剛剛雖然說 打掉了很多礦 但是 最主要還是 打掉很多工兵 但最主要還是前面的那一波 他不是有一波 投了四傳的狗 然後正面也A的那一波嗎 那一波太虧了 那一波 那一波那個 RES幾乎送掉他所有的部隊 然後 但是他過去的騷擾 有扳回一點 就是那個 用毒包去炸工密碼 有扳回一點 但是他的整體來說 他的經濟 他的他也死了很多兵了 所以說他是等於是用他的兵力 去換對方的經濟 然後 那個NICE一直慢慢把他的部隊 換成剛剛看到 一堆白球加閃電 那正面真的很強 這個組合就是專門打狗 毒爆的 打刺蛇可能 用白球沒有那麼強 但是你有閃電 有閃電可以電白球 然後狗 毒爆的話 就很怕白球這種東西 然後他做十幾來一顆 這個組合我記得之前那個什麼 打那個Snoot 很以前的 以前Snoot不是用一個純後蟲 然後狗毒爆 然後刺蛇的組合 那時候其實你用一大堆的白球 也就是可以克這個 打那麼多白球的話 可能充足到一點別的東西 才行像大龍 蟑螂 這種東西是相對比較好扛白球 那如果說是狗 毒爆刺蛇這種 全部都是被 被那個 打毒爆比較不給力的 其實剛剛很明顯就是 冰種質量的差異 嗯 刺蛇打 刺蛇打 白球還可以啊 但是有閃電 沒錯 所以打剛那種情況下 沒有大龍沒有蹲你手 其實不是很好守正面 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今天的第三場比賽 雙方贊成的硬比平手 地圖是休眠者之境 好 比賽開始 其他的點位在地圖 右上方 是來自TSG的NICE 好 NICE這場又直接拉一隻攻兵出去了 好 在地圖左下方 則是JNGW的REX 我在想他那個 呃前面沒有這樣拉 可能是因為地圖比較大 那REX如果說他提早拉龍去蓋的話 他有可能 擋不到 效果沒那麼好 應該這樣講 那這邊 又來阻擋一下 怎麼看到 五邊形 這一看就知道NICE這個專業的 神豬選手 我其實有 自己有在試就是無聊的時候 在這邊 畫三角形 畫那個星星 我發現我都點不準 你知道 那不是 不是阿 你畫星星沒有用阿 你要畫五邊形才是真的有用的 你畫五邊形 對方只要不是手動去空還是攻兵 他就追不太到 只要五邊形就好嗎 不用很正 六邊形也可以阿 你越多邊形越好 你畫一個圓形最好 但問題是你虛弗的沒辦法那麼多 嗯 所以推薦五邊形喔 好喔 對 正五邊形喔 觀眾有沒有聽到 又上了一課 認真的 但是沒有在嘴炮了 不過這一場 瑞斯直接把礦放到山礦 因為山礦這位置 他是有高能 高產量的瓦斯 高產量是直接給多少 高產量瓦斯給兩倍 他是等於是兩個瓦斯的效果 六吧 對 這次是有說 如果他說 做錯的話是他的問題 哈哈哈哈 直接甩鍋是不是 因為我 我的理解是1.5 但他說兩倍 那就兩倍吧 人家賽品嘛對不對 也是因為 我記得黃金礦 黃金礦不是1.5 黃金礦不是1.5倍 黃金礦不是1.5倍 黃金礦是彩8 黃金礦是彩8 黃金礦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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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瓦斯我也覺得好像是 一次 變成是彩 就是 我看一下 他彩一次是4 我記得是彩6 不是彩8 可是 那個Sale很有自信 他說是8 他玩充足的內 對啊 所以 就相信他吧 或許真的是8吧 呵呵呵 靠北 好 這個 野VS 所以是會野的嘛 嗯 剛剛我才說很少看他野 他還是會野的嘛 嗯 其實他是有在野的 好這個位子 不過雷雷好像會發現嗎 啊 好過去了 可惜了 呵呵呵 可是我等一下雷一個回馬槍看到有工兵怎麼走出來還是知道那邊有野東西也知道 這群狗在外面 欸欸欸欸工兵 工兵被雷雷看到了 哇 哇那個工兵往回走 被雷雷看到了 我跟你講看到了雷就走了 呵呵 這太莫名其妙了怎麼會有工兵在那邊 對 這個不用管了 先那個 對 先包的盤子再說 沒錯 然後趕快 下面全部尋一尋 對 可是他不用這樣尋嘛 他分開尋就好了 對 好口術已經好了 這樣會尋很快 好他分了一點口術 好這邊偵查到了 好 虧成馬啦 只有出一隻先知啊 哇 頂著媽媽想硬殺 殺一隻而已 進來 防空砲 防空砲 防空砲已經好了 包子盤衝 三框沒工兵 然後這VS就這樣爆了 好虧的 所以 大家要學到 就是野完以後工兵不要走回家 就是野完以後工兵不要走回家 一隻工兵出賣了你 VCVR 沐火燎原直接移植手機上 我認為 手機絕對沒辦法像星海 絕對沒辦法操作 太難了 是有N64版本的 用手把玩 我跟你講我連急剎我都沒辦法用手把玩 好難喔 你有用過手把玩嗎 我有用手把玩過急戰略啊 不過我覺得對你來講應該不是很難 因為你都能用腳 靠 這樣吧 我覺得用腳很厲害 你還可以用腳編隊不是嗎 對阿可以 有點實力你知道嗎 很厲害 熱衝 爆天黃龍往左邊 鍋一下 就銳士現在的經濟其實都非常好 也還好 他那邊是要爆一波的 對 你說那個瑞石爆一破 沒有他那個是要防的 不是要防的嗎?他戰鬥刷很多欸 九隻欸 九隻蟑螂本來就是守 兩顆白球的 剛剛好的數量 你要守兩顆白球的空頭就是 出九隻蟑螂 然後九隻蟑螂就好 你也不用多做,多做的話那就可能要反打了 了解 如果你沒多做的話九隻蟑螂就是剛剛好守住 然後你要開施工 那這邊 來空頭白球,同樣先開 旗幟家裡的三礦 這位置有沒有被瑞石發現 我通常都會從上面先轉一下 喔~~ 先刷六隻 看到了 這次有提速的喔 這是有提速的喔 這張好多 好,完全沒賺 完全沒賺 而且還有被反打的危險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 瑞石都是用媽媽在點那個人進 我覺得這個從他已經 再往前撲一點就是一直線了 你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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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不是胸部控 我是 蘿莉控 我是農仙合固控 我不喜歡某邊太突出 農仙合固就好 這波兵有點多 這邊其實不停用鳳凰在做 確定瑞士後面有沒有轉型 那這邊看到甘草了 剛剛那個鳳凰 那個幻想看到甘草 那這邊瑞士在盡可能把地圖都咬掉 其實現在nice的 基本兵的質量 還是不錯的 這金字是一場 變得太Logo 又來了 不好守 這一個地方很難守 這格還行 這格的漂亮 沒有漏盾 不行不行 我感覺是很難守住 這個地形太困難了 太開闊 卡成這樣子 是 四隻不朽威武 我剛剛蠻意外 剛剛邵兵其實跟不朽是分開戰 然後邵兵在礦區左上方那邊 結果他竟然一隻邵兵都沒有死 反射 反射了 對 他就會直接放一個蟲洞 然後進攻的同時開一個蟲洞打多線 嗯 我覺得這是目前現在的這個版本的重組 下版本好像就不能這樣玩 對 應該還是可以啊 這兩隻沒那麼強 下禮拜 下次的版本就是可以看到 當狗六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我們有時間去練下版本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沒時間 在衝高度啊 中間好像有段時間沒比賽 確定 有啦 持續都會有啊 哇等一下這百生來了 百生從後面包夾啦 哇這個 這一波 那小蟲超級痛的 歸層馬 這一波歸層馬 你可以把那隻小蟲 每一隻都看成是一隻蟑螂 你知道嗎 比蟑螂還強吧 呃 你就當作是一隻蟑螂差不多 我覺得 我覺得是差不多 因為他攻速很快 他攻擊力低啊 所以就是跟一個蟑螂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當作是 每一隻小蟑螂 每一隻小蟑螂 當作是一隻蟑螂 在阿倫的攻擊力 欸有了有了 啊啊啊 好他射一半欸 可以 會玩 射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去旁邊人家 對 因為我剛剛很怕他一次全射 全射的話就 就 不太好 因為那很明顯追不到 你只可以那個 你只可以 那個 把他勸退 對 但你沒有辦法把他殺死 因為是這老江湖 怎麼可能全射呢 對不對 他都射一點點 射一點點 射一點點 射一點點這樣 對啊射一點點射你還很久啊 對 這邊又開始用白身衝打多線 好煩喔 欸 你的蟲洞 啊啊 阿啊 這邊太失誤了 develop 你知道他剛剛白山蟲齁 我現在剛剛 他是被打了3-4秒才發現你知道嗎 幾隻白山蟲而已 不會對這個比賽造成什麼影響 這我很有經驗的齁 他家裡受到這個傷害是比較嚴重的 哇這邊困爆 基本上啦只要被白山鬧 鬧到一次大的就沒機會了 就是無止境的騷擾 這應該是打出GG 恭喜Rex2比1 難道說 冠軍賽還是PVD嗎 不錯啊 我覺得看PVD比看PVP好 可是你知道我 昨天到現在已經播了 如果說下一場也是PVD 我就連續播了7組PVD嗎 真的假的 昨天已經4場PVD 所以如果今天再贏的話 昨天不是4場 昨天是3場 就是3場PVD 然後如果說今天 又是PVD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PVD 我也好啦 也好啦PVD比較 至少比內戰有趣一點 尤其神竹又是內戰裡面最無聊 對 因為神竹內戰就很 神竹內戰就是打操作比心理戰術的 對阿 話說我這次 我這不是去教課嗎 我這一次我 我其中的考試 又當了5個這個 蛤 我什麼當了 你不是擅長大量的老師嗎 上次當了7個而已還好啦 這一次 不知道會不會多於這個數字 然後我其中一個 我其中一個很簡單 我其中一個很簡單 我只要他們去看一場 就是WCS的比賽 45的 然後你只要把每一場的戰報寫出來 跟寫心得 你只要我教 我就一定給你不錯的分數 太硬了吧 這老是榮幾八 這哪有很硬阿 你不用考試欸 我提早就跟你講 對你來說很輕鬆 對他們來說很痛苦欸 用他們的方式講出來阿 對不對 看他有沒有心嘛 太硬了吧 有心就會寫出來 沒有心就寫不出來 就是要你去看5場PUBG的比賽 然後用戰報寫出來 我可以阿 我可以寫阿 我想一個讓你會比較難過一點 我想一下阿 就是像是你要你去聽那個 那個空中語教室5集 然後用你的方式把那個內容寫出來 把重點畫出來 你不要 不要講到跟英文有關就好了 好不好 人家就不 不就這樣的嗎 這樣不覺得就很痛苦了嗎 你想一下是不是 這不是我上了他3個月的課 你也上了人家3個月的英文阿 我沒有上過英文 你沒上過英文課阿 你想清楚阿 那很久以前了啦 我是說特地去上那個東西 那你們老是跟妳講說 我們這次沒有要期末考 你們只需要聽五折 空中語教室 然後把裡面的重點畫出來 可以阿 這可以阿 好不好 這就很像是考試的時候 你沒辦法寫選擇題 也沒辦法寫題後題 可是你可以去音聽嘛 我只打個比發 你可以接受那OK阿 我也是可以接受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辦法接受 就是 我都給很簡單 我都給他們可以達成的 你只要有心 就一定做得到 我想他們有些應該是沒心了 就應該做得到 有一些是真的嗎 很白目 那有些人 超級不長眼的 我在上課的時候他們 直接到我面前就 那個阿 級 老師阿 我跟他說 沒關係阿 你打阿 你一打你就不要 期末的時候來跟我說 老師你怎麼不把我中分 我覺得瑞士好像贏了 這一個套路瑞士其實很常打阿 可是他第一次在這張圖 亮相阿 對 之前都是在別張圖阿 所以你可能會尋一下 這張圖沒用過阿 沒錯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他有機會守住 如果說今天 NICE一看到 他這應該只是當12滴而已 這樣的話他 我看一下 他 炸掉 炸掉 NICE炸掉 他把他二框炸掉了 然後馬上 馬上封口 都蓋點死 OK 好不給他蓋 欸這隻狗命Bus 嚇V啦 哇 欸教室怎麼在這 我天 呵呵 他 糟糕 他這個地方是卡住自己阿 他教室怎麼會在這裡阿 教室應該在裡面的阿 完了 NICE真的酷酷臉的你知道嗎 可是只用狗和後床好像 打不進去耶 喔有有有第一次來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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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教室又失誤 你看阿教室又失誤了 我天 阿他不咬 因為有那個電池 欸 欸這不好說耶 這把看到這樣子 等等那個不休者是出得來的 不休者出來 有機會守住 因為不休者打地是蠻痛的 可是神族沒什麼 其他的基本兵 這把有點懸 先耗對方的護盾 可是狗殺了很多耶 他護盾從我已經沒蓋到 他第一次在等那個 等重胎 欸 這些狗要擠進去 他擠不進去 其實這個 他擠不進去 卡住了他有嘗試了 瑞士有嘗試要把他往前擠 嘗試是殺太多了 哇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顧顧連了 完了 就出了 這個電池會消耗太多的能量喔 對 完了 顧顧連 他有不猜一個 我現在就吸激了 你知道嗎 吸激了耶 我靠 他沒有空門充滿器啦 咬兵啊 直接咬兵就好 第一次拉一下 這場不好說耶 我覺得剛剛有個問題是他空門也被掉了 他剛剛第一次太晚插下去了 他剛剛第一次太晚插下去了 他是打到一半的時候才曉得他第一次沒插 不然如果他目標是門口的兵儀 他早就把兵儀打爆了 這個不朽 他選擇殺龍 因為他看那個電池還有很多能量 所以他選擇上去騷擾礦區 可是這樣第三次不朽 沒有辦法採礦喔 包得到嗎 一個窗礦 漂亮的窗礦 這漂亮的窗礦救了他的不朽子 但家裡正面已經快要全爆了 這已經沒辦法守了 因為下面有個洞 看來我們要再看一場PVD 這邊NICE打出GG 我們恭喜Rex最後3比1 擊敗NICE晉級到了冠軍賽 最後這邊是不是有點懸念 其實NICE的第一次找 因為他插下去的時候他是打兵儀 所以他早就可以插 他在前面的時候 他就已經可以放下去插兵儀 然後他最後我想說他不這樣做 是為了要等重台去插後面的東西 結果他不是他插的比較前面 結果他還是一樣插兵儀 但他不如一找就插 這樣兵儀早就爆了 沒錯 對啊 然後包掉那個不朽者 那不朽者比想像中硬 我也沒有想到說那個不朽者會咬不掉 看起來應該是咬得掉 但事實上是咬不掉 就是他有電子的情況下 被圍圈是不會死的 沒錯 所以如果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Rex當時應該當機一段 直接那個狗往他的主況衝 第一次的時候就該往上衝 而且我覺得剛剛有個重點 就是他前面那兩隻教士都死掉 NICE太多失誤 兩隻教士都直接送掉 那兩隻要是在家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 他應該是要放裡面的會比較好 對 然後他放外面的話就會被 就等於是裸體被那個狗咬 然後他在後面的話至少是建築物比較硬 對 然後最後那個狗到上去也是 讓對方沒辦法採礦 然後不停的拉攻兵 然後正面在持續的暴躲壓制 好 那我這邊恭喜Rex 最後3比1擊敗了NICE 晉級到了快樂軍賽 讓他跟Hex來爭奪我們 炙熱現實的第一賽季的冠軍 那勝部會有一分的優勢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精彩比賽被有抽到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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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